新闻一开始先来跟进国人最关心的电费问题 政府了解过去两个月行动管制期大部分经济停摆 各行各业蒙受重创 今天再公布惠民措施 宣布今年4月到6月之间 每月用电量只要少于77令吉或3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 就能免付三个月的电费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部长拿督三苏阿努亚 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 全国将有766万名用户可以享有最新的电费优惠 受回家庭的比例超过一半 根据额外援助计划 用电量介于301到600千瓦时到241万用户 7月份的电费账单将可以享有231令吉折扣 以及15%的回扣 用电量介于601到900千瓦时的91万6千名家庭用户 则可以享有231令吉折扣或10%的回扣 至于用电量超过900千瓦时的79000名用户 则会享有231令吉折扣以及2%的回扣 部长指出 这些优惠都只限于半岛的家庭用户 这也是4月1号的电费折扣以后 优惠再次加码 以上各项优惠措施将会载入7月份的电费账单 如果是之前已经付费的用户 则会在接下来的电费单中回扣 此外 政府也体恤民众的经济能力 对于行管令期间 没有能力偿还电费者 国能同意直到9月30号都不会切断电流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